很快就講一下第六日的感受 工作大陸天,第二個星期 這個星期就出糧,希望 他應該出不足七千的,就算他有七千元糧 因為他節數日就有點不同 可能少兩日的人工 節數日子不同,先不要理他 已經有第一份量再算,賺錢慢慢再寄 今天我也跟大家介紹的 A-B施工,B不成,A是有一個體驗 那體驗是試應,已經公開了 現在施工,第六日 今天我就覺得OK的 不會說有苦心的 頭那個星期都會間不間歇性有苦心的 接著我不知道星期開始 可能想通了一些 最主要你是沒錢嘛,馬死落地走 我覺得做一年你也很應該 你做一年錢 起碼你之後輸輸輸 輸輸輸 好過這麼結局,量度著洗 你想想星期六我現在真的可以逢星期六 200元一餐可以的 真的可以 比一下都可以 不要虐待自己 又會開心一點 可以去不同餐廳吃飯 好像貴人一樣逢星期六消費 現在譬如我買了一架scooter 不知道會不會用 先放在這裡 起碼你會覺得 你是 賺錢去購買這些東西 以前的YouTuber 是有點 難搞的 雖然你會有寫有特 譬如我現在打機台已經荒廢了 但我有時間我覺得有精神我就會打 因為我現在錄製這個節目 其實我都很睏 剛剛搞了兩個小時 都想睡覺 弄了自己的愛心飯盒 整個工作體驗 總結整個星期來講 我現在看回又是Lockback 總結整個星期來講 我剛剛在跟網友討論 討論了一個問題 起碼我在這份工廠工作 我沒有受過一句 氣 會不會有人罵你 指著你的頭 說你A B C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最多說 你這層工作 收拾這一件貨 完了 收拾多久沒有人理你 收拾完你就換一架車 就是這樣 重複這樣做 收拾多久沒有人理你 收拾多久沒有人理你 怎樣收拾 沒有人理你 雖然這份工是簡單 你學不到東西 但是你不用受氣 有很多工都要受氣 又要追溯又要成功 例如我A工是時應 時應 已經 我大佬不想是他員工 已經是被人呼呼學學 叫你快點 快點全餐 快點去A去B這個位 就是 因為我講過 A那份工是適應 他一樓就是 他兩層 有個地牢 地牢在廚房 下面是廚房 廚房就麻煩了 因為你全餐 你的廚房拿個餐上來 地面那裏 你每次都這樣上上樓樓 多麻煩 所以做到都哭三聲 其實 所以好像上天也有一點 呼應 不知道是不是 有種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很有趣 例如我做這份工 他又不早又不遲 正當我 找到四個月都未有 錢也還有 但是 想找多一點 接著就開始 像奶奶這份工 當然 我以前在香港做過油工 筍工 這份不是什麼筍工 油工都不算 但起碼 都像我以前 不受氣的狀態 因為我以前 譬如打藥廠 我不用受氣 做完又回家 現在這一份 又不用受氣 分量 就算是正常 如果真的有15000的話 就正常 還有一件事 我今天才知道 原來有24日假 原來英國是24日假 廠工也有24日 平均一個月可以放兩日假 但怎樣放 我不知道 暢情我不知道 我去看看 等等 其實第一次在英國 打工體驗 廠工 我的印象是不回事 但當然有些廠有些人說是很難做的 那就另計 起碼我暫時 這間廠 我覺得不回事 不錯 可以在這裡 還風還雨 避一避 開始知道為什麼工廠工 養活了那麼多英國人 你想想 因為這些東西是單一 單一你就沒有受氣 理論上就不用受那麼多氣 你 頂盡他會催你怎麼做 催你 催你快點 我假設 起碼我這個帖子 沒有人催我 那催你 那你也是催的 甚至是很多工廠位 譬如我那間廠 基本上沒有操重工作 基本上 全部都很輕鬆 相對其他廠 可能拿重的東西 就會 窄洗一些 以及你做 適應也要拿重的東西 這些碟子很重 又要抽碗 去抽盤 抽盤 一大堆東西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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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 給人洗 做完抽的那份 起碼我A的工作的時候 體驗過 很多東西抽 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東西抽 然後 Bartender 又是你 點菜又是你 什麼東西都是你 不如我開吧 那間餐廳 差點我還沒煮 都真的是專業 我剛才說 做適應是專業 但如果是廠和適應 好像 油一點 應該沒找那麼多 應該做床 如果你做 做適應 就很有趣的 他的時間 很搞笑 很多人 都說 很多時候都是聘用兼職 兼職可能做幾個小時 有些可能聘用 五六天吧 我不知道 有兼職做的 有提示收 就是這樣 但當然自然競爭很大 競爭也是 很忙碌 有多人 跟你搶那個適應位 第一 第二 可能因為餐廳 通常都是市中心 多人搶 其次就是 其次是多東西做又複雜 所以其實我覺得 不容易做 做適應 不過 聽說回 我自己也做過 你是會見得多一點點東西 就是 有不同的人 你要服侍不同的人 是吧 你多多一點點 相對地 沒有那麼悶 就是沒有那麼悶 但是就會有壓力在 可能 可能廚房 客人都會給你壓力 快點催你單 等等 不過我相信這些都可以習慣 但是每一間餐廳的格局是不同的 譬如我那時候A工那份 就是有點奇怪 真的要落地露 真的很奇怪 全餐廳都要落地露 上上落落 總之一天 那就走幾百次 走到你傻 所以也別搞 所以這個月這個體驗也不錯 有一個適應的工作體驗 有一個工廠工的體驗 接下來 我都勇於面對 就算這份工可能突然之間 有很多人都說 工廠工會切中 突然之間沒有東西做 這個是會的 都沒有所謂 我都會勇敢去跳去另一份工去體驗 看看有什麼有趣的體驗感受 但是初步來講 我可以告訴大家 在英國打工 You are not alone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是說你自己一個香港人在上班 起碼我這兩份我都看到香港人 都認識到香港人 A那份無緣 純粹點一下頭就算了 聊久了應該可以做朋友 譬如B 現在C這份工 已經有朋友 已經是 很有趣 你覺得你香港人自己一個 沽身 走路來到英國找工作 你以為你自己一個在做事 不是 很奇怪 很多香港人 有各自的故事 各自在奮鬥 八仙過海各出其謀 有些人一家大小去上班 當然那個勞工市場 也都叫做 競爭大的英國也不小 也難找工作 基本上很講彩數 為什麼我找到這份工 彩數來的 他阿豬阿九都聘請的 我今天看到 阿伯都在做 阿伯 阿伯都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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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知道 其實 真是好運 所以我四個月 如果你說我用四個月找工作 可能我那幾個月都是 都要喪記 不夠好運 如果夠好運的話 就會早點 有些工作 就讓我做 估不論如何 這個工廠工 一定是 給我的體驗 可以寫到CV 未來 我想容易會 過度去另一份工 一個初步想法 最後 我在節目提過 我只做了一份工 因為很久沒有打過工 打一些不自由的工 一些很普遍的工 一些很規律的工 因為打開自由的工 所以那個想法有些不同 或者那個習慣有些不同 自由的工就是自由 喜歡睡就睡 吃就吃 時間很充裕 如果非自由的工 你的時間沒那麼充裕 好像現在這樣 我現在真的很難睡 準備 準備睡了 明早起不了身 要教鬧鐘 剛才做了一個飯盒 其實感覺很有趣 好像 你人生的節奏 砌得剛剛好 你可以說是充實 但是另一個角度想法 就是很規律 就變了沒有自己的彈性 不是那麼敏感 有好又不好 兩人都 規律就是 那份工就是買你的規律 然後給你錢 就是這樣 出賣你的努力 那我在做這個星期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 調整了 譬如他要我出賣努力 倒過來 我當我自己做運動 是不是 那心態又好一點 然後跟同事 跟同事談談 原來這間廠也不錯 那心態又會好一點 又會再好一點 所以 所以現在 第二個星期 我已經開始 我覺得 好像 調合到 我很難說 我做完這個星期 才跟大家說 好像會舒服了 沒有第一個星期 那麼多 我的心態 在 身體和 精神方面 和肉體方面 都是 平衡一點 但很難說 待會我睡得不好 明天又 不知醒 又成這樣 然後又 吵了 暫時來說 雖然這份歌 沒什麼學 但你都會 聽到一些 不同人的 訊息 聽到不同的英文 其實都是一個練習 想清楚 是不是 可能對一些 地人來說 他們都沒什麼學習 但是我聽到一些英文 都當是一個學習機會 慢慢都開始 跟那些 有些人都 走過來 又主動幫我 做事 我問他 他又會回答 開始 大家都會 撞口撞臉 認得到你的樣子 我又認得到 他們的樣子 慢慢就是這樣 開始 建立了一個感情 一個星期左右 大家互相 收拾一下 都熟落了一點 就未至於 完全認識那個人 但是你會覺得 這個人是 brother 一起做事的 brother 就是這樣 一起共事 去 奮鬥 和一個目標 感覺是挺奇妙的 一直都很想跟白人 一起做事 看看他們的人品 是怎樣 沒有什麼 很正常 暫時 暫時沒有什麼氣壽 暫時沒有什麼氣壽 不會受氣 那些外國人也很喜歡吞泡吹水 可能 我不知道 可能是西方他們做事的態度 反而是挺舒服的 很chill 因為我A的那份工作 那個經理是巴基 應該是巴基 巴基種 可能會 harsh 整件事 就會緊張很多 拘禁很多 但是 咦 施工又 總之就是有個共同目標 有一點點懶散 這樣 他都會盯著你做事的 但是盯著那隻 又不是說吹廣 純粹是確保你是在做事 他不是吹你做事 他確保你手 不會有限制 體驗就是這樣 所以 初步是OK的 感覺 好 今天 看看有什麼特別的事 再跟大家回報 多謝收看 拜拜